大家好我是王伟中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的今天是小舅余祥权 伟伟们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余祥权对这个一个人呢对一个人这个经过很多事情之后的会有所转变会有所成长 余祥权有成长吗我有成长有成长有成长太棒了我们今天就是来聊聊聊聊这些话题 20岁你看看观众认识你都189岁的时候对不对应该是17岁对印象最后的应该是那时候刚走 17岁其实17岁是不能不能被报道因为我未成年谁管你啊当然因为我是余天的小孩你爸爸是余天你妈妈李亚平就没办法 全台湾人都知道对17岁就一路报道到现在38岁对对2020年了差不多20年20几年 2020年你就觉得媒体对你公不公道 我觉得我觉得现在目前有还有有还一点给我有还一点 我觉得有还你觉得为什么不还你就媒体对你为什么不公道就一直报道你闯祸啊啊调皮啊等等等等没有报道感性的一面 当然小时候可能因为因为真的比较贪婉一点贪婉贪婉贪婉就是就是就是其他一般你交女朋友嘛所以不会叫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在旁边呢 没有关系柔柔已经她把我的以前的新闻全她跟我在以前全部都看一遍过了 所以她妈妈又是记者她妈以前是记者哦对所以都看过都看过那柔柔喜欢你什么呢哎这个就要问一下我的夫人了柔柔你喜欢她什么 嗯就是很好笑对对对对一开始就觉得她很好笑你觉得她很善良吗善良对啊OK对就没有心机啦没有心机对对对对对 你们两个去看那个胎儿那个照片一直说是看到叽叽了看叽叽是男的是男的 结果那护士就不理你们说哎你不要告诉我她她的性别她叽叽我都看到结果是女的对 或者说她是女的她傻眼她把手机停录傻眼因为我们两个本来第一次去都觉得100%认为是男生什么是看她怀孕的样子对不对对对对对 你谁看她怀孕的样子我们两个自己的第六感也都是这样不好哎我跟讲这样以后你女儿生出来之后然后听你看报纸啊听说说爸爸你以前我觉得说男的 你知不知道我小生男的 我也是高興的啊 我也是高興的啊 你解釋不了的 真的沒有我也是高興的 你以後做爸爸之後 雨天一定很高興 嘿嘿嘿 我們把膽子現在就做爸爸很辛苦 現在就有一點這個感覺 現在就有一點這個感覺 要扛起來 因為知道自己有一個小孩以後 我會把以前上一些通告的費用 我以前我以前沒有管 就亂花 真的真的 我上通告費用都現金嘛 我就放在口袋 然後就是有什麼就買啊 買買你問他我都沒去存 我現在都固定一筆 拿去存 然後留個兩萬人在身上這樣 哦 開始要養小孩了 為什麼叫你小舊一箱全 因為我還蠻感動的 二姐走了之後 你對兩個孩子 其實還沒走之前 就兩個孩子樂樂跟弟弟 你就很照顧 從心裡面 我可以看出你那個臉 對 那臉看起來討厭 調皮 有時候的 有時候不知所措 但是你那個 你的善良我看到一些 因為很心痛嘛 對不對 當然 所以就寄託於 就希望把孩子帶好 所以我覺得 你是有可愛的地方 那我如果 我如果還自己操刀喜劇 我一定要好讓你演喜劇 你有個天生的自在的喜感 那有沒有人找你演喜劇的 為什麼怕你闖獲 好像有 好像有 什麼好像有 好像有啦 被亞萍姐推掉了 誰推掉誰推掉 亞萍姐 你姐 你媽 我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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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媽 你到現在還是媽寶嗎 當然不是啊 當然不是啊 可是沒有 很多東西我要順她的意嘛 你媽在家裡是總司令 總司令 我爸都不敢講話的 那你看我 這個在螢幕上看著這樣子 在螢幕下真的 李亞萍 講久了也是變這樣 還是總司令 總司令 你問了我就知道了 對 媽媽是不是總司令 對 對 總司令 欸那你媽是一個好媽媽 啊那會不會是個 是不是會是一個好婆婆 你覺得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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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柔都要最滿意的 我們 我沒有 我沒有 我只有笑 我沒有順 我不是 因為他如果講 你還 你說你還順 那就太好笑 順順順是不一樣 笑是我可以為你做很多東西 你可以要求我什麼可以幫你做 可是如果你今天講是錯的 我不會順你的意 跟著你一起講說你是對的 可是柔柔就有學到 他很聰明 他不會跟他頂 他是笑又順 他順著他 他順著他的毛 他這邊進這邊出 我就沒學到這一點 你媽聽到之後完蛋了 不會啦 我覺得柔柔很聰明 我覺得這好笑 他不像我就是這種 傻傻的我會去頂他 因為我就不對 我說你講這個就是不對的 可是你做什麼事你媽都幹 我看都原諒你 都會原諒你 非常愛你 一定的 不過我說了 我很多朋友也是都是好媽媽 好太太 但是會不會是好婆婆 好婆婆是很抽象的 對不對 好婆婆很抽象的 到底是不是好婆婆 不就是對媳婦到底好不好 可以將心比心等等 不一定 你說不一定 現在現在坐在一個屋簷下 對不對 這座一個也 柔又人家住在一家屋簷下 對 而且沒有其實 如果你柔真的跟你跟你媽起了衝突 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怎麼辦 謝謝 幫我爸出來 你爸 你爸好了 你爸就立法院那一套 好好喝 我来买一买的 不要不要不要 好没事没事 有没有起过重途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目前还没有 完全没有 那你爸就希望赶快是你们生儿子跟女儿呢 没关系没关系 人知道是女儿 我们爸真的一开始猜 他希望是女生 他很希望是女生 感觉没有缘分缘分的 二姐走了之后怀孕了 还有出生的 这个真的蛮悬的 就是我们发现回推那个去看妇产课的时候 是我们去看二姐的那天 就是21号到她的园区看她住的地方 走后住的地方的那天 缘分 受孕的 然后他的预产期又是跟小乐的生日是同一天 就是二姐大女儿生日同一天 同一天 10月24 10月24 这个是真的 很有点缘分 蛮奇妙的 蛮奇妙的 ok 好 我们玉香泉 小舅玉香泉 随着时间变化会不会有点改进呢 或者改变呢 你说他闯了不少祸 但每个人看玉香泉就觉得莫名其妙会笑 就是什么原因 包括我在内 不过小舅做的蛮好的 好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小舅玉香泉 想访问她呢 是很有意思 有好几点 第一个呢 二姐的癌症的奋斗 很多人都看到了 也很为你们家族 在某方面来讲 也都在起伏 不管怎么样 一个状态 谢谢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也是从小看你长大 十七八岁就开始在包容杂志新闻媒体闯祸 然后到现在 现在已经二十年过去了 三十八九了 可是很多人看到你之后呢 就像你经纪人讲说 他是不是个国民舅舅 看你做小舅的 做的从心窝子里面 很疼惜自己的家人 像二姐的孩子 乐乐跟弟弟啊等等的 又觉得说 哎 你还是那个样子 你还是有一些东西是让人贴手的 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个 这个是应该的 因为尤其是现在 你想没错 尤其是现在 因为他们 他们这么早 就缺少了 你看一个五 一个五岁 一个三岁 对对 这么早已经没有 已经没有妈妈也身旁了 然后我们是 可能 唯一能够照顾他们的人 现在跟你们坐在一起吗 他们有跟我们坐在一起 可是就是我们有时间 我们就去带他 去出去哪里玩 出去哪里玩 出去哪里玩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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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你要陪伴他时间还蛮长的 对 然后他有一天印象很深刻 他问我说 所以你说乐乐还弟弟 乐乐会讲比较多话吗 然后他说 舅舅 你爱我吗 这样那么小 他说你爱我 而且走了之后 走了之后 他说你爱我吗 我说爱啊 我很爱你啊 嗯 九九很爱你 你爱九九吗 他说我也很爱九九 对对就是 小孩子 对对 有时候他心里其实还是会 虽然他都不会提到他妈妈的 他要肯定了 他需要一个安全感 对 他觉得只要九九在就好 对 他确定我是不是爱他 然后尤其是 柔柔怀孕了以后 然后他也问他也问柔柔 因为他会觉得 他会觉得 他会被失去了 我的这份爱 这么敏感 我对他的爱是不会变的 真的我还是一定会 我就算有自己的小孩 柔柔应该有爱无疾无吧 他竟然要嫁给你 他都他他他他他不叫他 他叫我九九 他叫他什么柔柔姐姐 柔柔姐姐 话直接叫柔柔 过来 过来陪我玩 把柔柔当作 朋友 他说我们是姐妹 哈哈哈哈 柔柔说我们两个是姐妹 很重要真的是有很多温暖 OK 所以你现在基本上也要做爸爸了 这个然后又是一个希望能够做一个舅舅的模范等等等等 然后呢 我们对你的新闻呢 向来都只要看到你这三个字就代表闯祸了 又吵又有事情 像全间又发生了什么事 对你自己体会的事情怎么样 troublemaker troublemaker 什么一个troublemaker 其实我变到 哈哈哈哈 以前以前发生这么多事情啊 其实我自己没有想像 想到过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觉得就好你想的 我没有伤害到别人 我就自己混蛋吧 对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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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人甚至有时候只是去公园放金鱼 哈哈哈 对我还收到环保局的发单 我说真的 你就是天下最倒霉之人吗 对然后他 然后他写 然后我还问记者 我真的我真心问记者 有的跟我讲说长官不好意思 就是要这样子 然后我真的要问他们 我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一直报道我 我真的问 他说没有办法 你的收视率 啪一上去 就是 啊 你小时候是不是就是少跟金的人 对有一点 小时候就有一点皮啊 皮很皮 我还比 那你妈扁不扁你 扁 你爸不扁我爸不扁我 我爸说他从小被吊起来打所以他不扁小孩 哦所以哦 所以哦余天是这样子 小时候被他被他爸爸吊起来扁 对 所以他当他自己做爸爸的时候不打他不打小孩 他从来不打我 但你妈你妈下手怎么你妈是心不少 哇塞 你妈他拿那个那个鞋子啪就这样啪你的头 你不怕 我闯过真的闯祸啊 小时候大学二姐你妈大就不懂说大吧 不懂我咋骂 哦就是你大儿子 大儿子 对你怕爱受吗 你怕你妈扁你 不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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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唱的一些喜剧这真是 说是没有很怕不对的 没有很怕真的真的没有很怕 那小时候想干嘛 你在一个演艺师家长大 你看 其实我小时候那时候看到 因为一直跟着在暑假期间 寒假期间他就跟戴我我们因为爸妈 对他在后台我就在后台 然后是跟这些叔叔啊 然后对对对 他们一起长大的 然后你就看了哇上去就很羡慕 因为他们其实在私底下讲话都是这样子 然后上去讲话也是这样子 就是下面就胡说八道 对对对对 上去也在胡说八道 哈哈哈哈 上去也在胡说八道 还这么人笑 这么多人掌声然后穿了关心上力 然后我就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哇 哦 嗯 哦怎么样 这些是个家 是个家 然后你可以 you have fun right you have fun but you have money not you have money 然后like wow show me the money I didn't know comeback would be like this 就是我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过 我说回到台湾以后 我会变成这个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去加拿大读书是 加拿大读书 你读什么 呃 business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hotel management hotel management 生意管理跟饭店管理 完全用不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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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没有东西让我管理 不用管理 OK 不会不会管 没有东西让我管理啊 我爸没有给我一个饭店管理 对没有给我一个饭店管理 没有给我一个声音 manager I can't manage anything nothin management nothin management 可是我自己有开自己有开了一个 一个一个公司了 现在这个股东说做的还蛮好的 做什麼的 汽泡水 像是偉東哥 我有進口的嗎 我們出口 我們是Made in Taiwan 然後出口到 對我們現在出口到Costco跟Walmart在美國的 對 OK It's not bad 在台灣製造 台灣製造 出去賣水啊 賣水是很賺錢的 我們去買 裡面是有氧啊 有一些炭 我們去買 比如說七龍珠的IP 然後做成它的罐子 然後裡面是不一樣口味的 然後啪啪啪啪 賣水是OK的 OKOK 所以開始做生意了 有有有 可是管理者不是我 我只是小股東 小股東只是公司剛好 當初去讀這個Hotel Management 或Business Management 是誰的意見 媽媽 你媽媽媽媽 你媽說你做任何事情 你沒有一件事情做的做到 對 沒有 沒有 其實我蠻辜負我媽的期望的 可是他現在對我是滿意的 你媽應該拍個電影 楊子雄拍了那個電影之後 我覺得你媽應該拍個電影 我覺得李亞平很辛苦 就你就好了 媽的多醜宇宙 為什麼你講起來像罵人一樣 沒有啊 沒有罵人 電影名字是這樣吧 對對對 OK 我覺得李亞平應該適合一點 我有時候看他 看他看你那個表情 你真是厭惡至極 厭惡至極 求他你求我來上通告的 說你缺錢 可是傻兒子對姊姊各方面 用其感情來又很厚實 所以媽媽大概對你又愛又氣 又愛又氣 媽媽對我真的又愛又氣 OK 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我想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我管你什麼個性 比較直一點 比較直一點 不太直一點 媽媽生氣了 修一下我們大家一個人去 小舅余湘泉 來聊一聊 好 大家好 我是王岑中 歡迎收聽 我收到哪裡了 我們今天邀請到小舅余湘泉 非常 實實在在的一個活寶 活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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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活寶 OK 不過呢 很多聽眾朋友觀眾朋友 看到你對二姐的孩子等等 又很感動 大家看你這歷來以來 闖禍 又覺得說你到底是個媽寶 還是個敗家子 一直想不太清楚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其他對我都有點誤解 對你解釋一下 就是給你那個時間 我跟你說 你現在做真的 人家還投資 投資一些水 因為大家都會以為 大家都會以為 可能我回來就是跟我爸 甚至我跟我爸 要錢啊拿錢啊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因為爸爸 那你錢哪來 我自己賺的 以前人家給我紅包 然後我存起來 然後想說 我國外還在自己打工 我國外有去 那很正常啊 有洗車場啊 有到公園賣冰淇淋啊 做很多各式各樣的打工 我還去貿易公司上班 OKOK 所以你是有一點 Basic Money 我有點積蓄的 有積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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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沒有跟你爸要我錢 就我比較 他還是會給我錢 就比如說我生日的時候 可是並不是這樣外界想像 說可能生日爸爸 包個一百萬給你 沒有就是 就是可能一萬塊這樣 那你追柔柔的時候呢 我追柔柔的時候 要花錢啊 沒有耶 你追女孩子不要錢 沒有啊 我追他的時候其實是我 蠻算 比較過得不好的 真的耶 真的真的 你的過好跟過不好 什麼意思 因為你有一些錢 你會拿去放 因為像我就是比較會懂的 Apple的Bonds 你會做股票 就是Bonds 就是基金 他是債券 他是債券嘛 你買他的債券 然後是純 那你不能 誰教你呢 沒有從小我就會 你有一點這個 對我有一點這個 有一點這個理財 Business management Come on 生意管理 生意管理 Your management is a shit I know 我說你有一點理財的天分嗎 有一點 OK 所以那時候不好 是說那時候理財沒成功還是什麼 沒有 對那時候有股票大概砍半 就是斷頭了 然後再加上 再加上有一些是定存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拿出來 你自己可以做點理財 對然後我跟他追他的時候 他謝謝太太 你們不是已經登記了吧 不是他 太太太 夫人 我覺得那是當時追太太的時候 是沒有 是沒有什麼 沒有太多錢在身上的 所以他還願意 跟我走 這麼長久的時間下去 其實我是很謝謝他的 而且他幫我 他改變你什麼 蠻多的 那比如說 你像 你像因為那時候 小樂樂他們 就是都在旁邊 然後他跟小樂又特別的好 然後所以 也被感動到 幫你 他們會有的 大家會有很多的 一些 讓家庭的關係更緊密 更緊實 因為可能他在中間 當一個潤滑機 然後他又幫我 記錄很多 我跟他們出去玩的 畫面 對不為大家 平常可能覺得 喔不是這樣的人 我應該不是這樣的人 對 就覺得你就是帥帥的 對你就帥帥 結果這個東西 波出去之後 對你有不同的看法 對有不同的看法 然後很多 其實我在我的粉絲專頁 我會看到收到很多私訊 就是說 他說雖然我以前罵過你 你說有粉絲 對 有這個網友說 我以前罵過你 而且不只一封很多很多 他說我以前罵過你 現在 現在我跟你道歉 我覺得你很了不起 沒有到了不起吧 就是他們是這樣講的 我只是 你最柔弱的時候 如果家裡人有沒有反對 對 有 他媽媽記者啊 他把我全部的東西 查了一遍 他媽媽在哪裡做記者 聯合報 聯合報 聯合報記者很棒 很棒 聯合報不會亂寫 他是寫 他是政治的對不對 不要這樣子 媽媽是 對 指太太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媽媽是政治的 是吧 跑政治線的 跑政治線 對對對 聯合報 當然你說他有什麼色彩 一回事 但聯合報長久以來 八卦新聞的處理方式比較謹慎 對對 聯合報是個好報紙 他把他把我的 他把我的 file 弄為一個這麼長的 一串 我剛開 他媽媽剛開 知道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他傳了這麼長一個給他看 給我看 給我看 然後還酒駕 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真的有 一堆collection 對 給柔柔 結果柔怎麼處理 柔 好像不太理他嗎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 可是 可是我通常都這樣 我的長輩員還蠻好的 你像他媽媽 長輩員 他真的見到我的本人 就完全消失那種 對對對 我記得這一點 不知道是誰教你的 或怎麼樣 或者你媽幹嘛的 見到人還是很有禮貌 見到人家長輩都起來 這不是教的 有時候相處久了下來 日久見人心 這是看得出來的 因為你 你這個人再會裝 你裝不出那個 your kindness you can you can seriously 你的你的善良是装不出來的 不可能 你不要老說自己善良 讓人家慢慢看 OKOK 買版買版 you're bad you're bad you're bad OKOK 對不對 所以但是對啊 這點是我們看到的 就是我們看到 但是我們家裡是有反對 一開始是有反對 當我那你用什麼方法去 把這個丈母娘的心給履回來 喔 我把她那個口袋偷起來 我記得她 我記得我記得第一次是 她的眼鏡戴壞了 她說要修 我說不用修送你媽 可是我沒跟她媽講 我直接下去 她是新竹人跟我一樣 她是新竹人 然後我就直接衝到新竹 然後幫她媽媽挑了一副 眼鏡 送給她媽 對 喔 用這種方式 就代表說你很 有這個心 OKOK 然後那柔他們家有沒有 你現在已經登記結婚了 對不對 要不請客還是一回事吧 可是會請客 那這個丈母娘 他們對你有沒有什麼期許啊 有沒有告訴你 你怎麼要對我的女兒啊 有沒有想講 嗯 一定會給你一些 希望你怎麼對柔柔啊 又懷孕了 現在等 好像還好欸 沒有給你什麼一些方式 就你要對她還好 因為我因為我對她本來就還不錯啊 我對她還不錯啊 然後柔柔會不會看男人的手 手 不會欸 余湘泉手非常漂亮 很像女生的手 對對對 很像女生的手 非常手 手是一個手有手像的 真的嗎 對對對 真的看你的手這樣鏡頭照你的手 上來 哈哈哈哈 不會啊 上面也可以的 上面也可以的 對 上面也可以 但是配上你的手 各位聽眾朋友 觀眾朋友你看她 她手是非常漂亮 不你為什麼要修成像女孩子這樣子 沒有啊 我這個指甲忘記剪 你少噁心 你是有修過的 沒有修過 沒有修過啦 我覺得你比較忙啊 我真的沒有剪 女孩子的時候就長得像筍尖一樣 沒有 你沒修過你手 沒有 真的沒有 他今天出門還說 哦忘記剪指甲 慘了 讚了 因為我今天早上有工作 再拍一個 再拍一個 對對對 哦 OK 好 休息一下再回來 103 I like radio 大家好我是萬中 歡迎收聽 哎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小舅 啊 余祥泉 人呢就會慢慢變化 其實我們聽眾 跟觀眾朋友看的余祥泉 十七八歲 一直變化到現在 20年了 新聞不少 真的 然後 然後啊對這個有一個如果有個圖表的話好的新聞跟不好的新聞比例還蠻懸殊的懸殊差距非常非常大 不過現在人說起來也晚婚也晚熟因為時候會變化很多你現在三十八九歲了對不對 對三十八歲 四十歲覺得自己到年紀了沒有 有 有體會嗎 有體會 四十歲絕對要不太一樣 就是你看現在柔柔也登記結婚了 對孩子在十一二月要出生了嘛 對 對不對 對 然後 對呀 要做爸爸要做要做這個丈夫 尤其二姐的孩子樂樂跟弟弟你現在也要照顧 你滿都責任在身上爸爸也慢慢年紀大了 爸媽的年紀都很大了 所以我才選擇 繼續住在家裡沒有沒有要買房子 對搬出來 不是不是聽說你要買個房子你爸還說什麼 還說爸爸會幫你處理 哈哈哈哈 他說他說投期款大家都誤會了 可以啦投期款投期款幫你出一點 他說幫你處理爸爸幫你出一點啦可能是一人一半的意思這個概念 不過現在買房子很辛苦很辛苦啊很累啊 所以你要買嗎還是就跟著爸爸媽媽住 我目前當然跟著爸爸媽媽住啊 對就 爸爸你的房子住住 因為沒有 我說真的爸爸有時候他之前有小中風 哦 所以很危險很危險的 他他如果一個人在家裡的 然後我不在的話是沒有人會看著他的 很好啊 現在很少人跟著父母住 像我們這一代 我們的孩子都不會跟我們住 可是像你這樣子不管怎麼樣啊 房子買不起買不起是一回事 然後要照顧爸媽也是一回事 能夠住在一起 對也蠻好的 小時候跟爸媽相處的時間真的 真的太少 說不熟嗎 我真的 我 在回來回國之前 我覺得我跟我爸是不熟的 爸不熟 媽媽很熟 因為媽媽常扁你嘛 對 你媽給你都可以 因為他 你媽出什麼拳 因為他 我就出魚翔拳 不是 對我媽不會出魚翔拳 不是 因為我媽那時候會飛來加拿大 對 因為他要咖連嘛 學校一定要咖連 我太皮了 然後他就飛來加拿大 住在那邊看著我們 OK 所以跟媽媽的相處是時間是比較長 對對對 然後爸爸就是要在 要在台灣 然後我會覺得很生疏 有時候會不知道跟爸爸講什麼啊 可是像爸爸這幾年 你看跟媽媽二姐的這個癌症 這麼長的時間 你也看到爸爸脆弱 更辛苦的一面 對不對 也會很心疼 很心疼 因為 因為你像前一陣子 你媽媽 他會發洩嘛 還哭嘛 當然 當然 爸爸是家裡的靠山 對 爸爸現在也慢慢大 他跟我坐在 他跟我坐在 那個 他沒有地方發洩 他跟我坐在一個車 而且走差不多一兩個月吧 他跟我講一講 他如果想到都會哭 沒有辦法 我在車上一個人的時候 我自己都會哭 然後他就是 大掉眼淚 然後我跟他就一起在那邊哭這樣 因為爸爸是沒有地方 沒有一個出口 他可以去走到一個 對啊 你爸爸在演藝圈也是大哥 然後很多事情也要出面 然後又是立法委員 然後那一代男人又不懂得表達感情 爸爸就是很多事情都放在心裡面 你有跟爸爸抱在一起哭過嗎 還沒有 還沒有 你有跟爸爸講說 爸爸你放心 我會照顧家庭 我很愛你們 有 有講過 這個有 這個真的有 爸爸現在最 其實我到後來才發覺 原來爸爸 最疼的好像是我 後來 沒有後來我才發覺 爸爸最疼的好像是我 因為 有一次就 就從很小的細節裡面觀察 他的皮夾裡面打開 那時候我剛好去醫院陪他 他住院 我去醫院陪他 他在照片上寫說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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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就把他皮夾打開 然後我就看到他的那個內夾 他是一個VV的長夾 然後打開 裡面有個照片 是我跟他一起 小時候 然後這樣 對 他很帥 他很帥的 然後這樣抱著 我在他的 對 沒有 沒有大姐跟二姐 沒有 真的假的 還有你的大頭照 還有我的小時候的 對呀 因為你是獨子嘛 對 第一是獨子 第二 你們家那個新竹 新竹還是那個 還是比較傳統家庭 那還覺得兒子很重要吧 但是還是有點這樣子吧 你們家有沒有住年輕女 好像 好 好像 我 真下來一直覺得都沒有 可是好像 好像 因為我後來去看後來去發展的時候的 只有我半滿月 然後我滿月是很多很多人來那種 對對對 什麼當時 什麼什麼 馬英九啊 李登輝啊 所以每個人你半滿月 每個雞雞都看得過你雞雞 這樣子 對對對 好像每一個人都看著我的雞雞 哈哈哈哈 不管 anyway 對啦 對啦 所以我相信啦 因為台語家庭很多 不能說完全中男輕女 但基本上是你獨死嘛 對 你還要承擋大業 對 他會跟我講說 因為你男生以後自己要成家立業 你要照顧人 對對對 所以所以你要自己去闖 你爸爸跟你講過 對 最覺得你溫暖 或者去最最 喔 這幾年家裡時間也多 最讓你那個心裡面覺得說 我開始要當大人 他說 他從來不會在媒體上稱讚我 有一次媒體訪問他 在媒體上稱讚你很難啦 很難 真的很難 在外面一定要罵孩子 回家再說 對 可是他有一次真的在媒體上 是我看到的 他說 他說 余湘泉真的 成熟長大 他這樣講 跟媒體這樣講 好 跟我一樣 有責任感 他講過這話 他講過 最近才講 那你回去跟你爸講 說 佩奧 No Bro 沒有 我就 爸說是 有表達說 我是他現在唯一的什麼依靠 什麼 其實這些東西 你有時候聽也會蠻 對啦 對啦 你看嘛 你說你 你看嘛 你以後到了一個年紀的時候 你給柔柔你們孩子看看 第一個真的是女兒 女兒 你看你 你爸爸就二十年來 你看 然後呢 風風雨雨 對你外婆 累積的 你看看 這媽能做爸爸 哈哈 可以啊 對可以 可以 你在有女兒之後 我扛著 你在有孩子之後 你可能還會變化 對不對 還有變化 對 現在看 他出來了以後 二十年來爸爸媽媽也慢慢老了 二姐也 也被把孩子也托付給家裡了 嗯 你現在有孩子 你其實責任蠻重的 當然 其實二姐那時候他很相信我 他把我叫了醫院去 然後跟我跟柔柔說了一段話 嗯 就是 就真的說 想到我都哭了的時候 其實就是 說弟弟你會越來越好 你會越來越好 然後 希望 幫他看 爸爸跟媽媽 對 好好看 樂樂跟弟弟 對對 然後交代我這句話 然後我說 姐你不要再講 你不要再講 然後那是 他最後一天可以講話的時候 那已經是最後一天可以講話的時候 了解 對啊 加油 好 我們馬上回來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歡迎收聽給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邀請到小舅余祥泉 前面聊了很多啊 然後你的荒唐事啊 聊到家裡狀況啊 聊聊你現在40歲了啊 柔柱的旁邊啊 漂亮的太太 人家大肚子了 孩子在11月底12月初就生了 遇產期 然後呢 也就登記結婚了 對不對 然後二姐的孩子你要照顧 雖然原來重現在39歲 對39歲已經在 已經不小了 不小了 真的不小 好時間過好快 指甲還不會剪 真是麻煩 哈哈哈哈 忘記剪嘛 不會不會 我就說 真的不太一樣 對 然後呢 反正你這是 我覺得 你很有趣 可是那一方面呢 有很多人也跟你爸媽一樣 也很氣你 就是生長的一個還父母都還蠻愛你的 這個環境之下 又是獨子 然後呢慢慢的床了不小 可是有時候看你呢 覺得好像你又有一個 莫名其妙的天真 讓爸老就丟臉 但是現在你要開始要疼惜別人了 會 我一定會 感覺肩膀上有彈子 有彈子 有彈子 知道自己的 小孩 就是 那個變化會蠻大的 可是其實從 姊姊生病那一段 然後小樂一出生那時候開始 那個是讓我其實 轉變是最大的 那一段 因為你知道二姐生病了 然後樂樂出生 哇很高興 抱著他 然後玩啊 陪他玩啊 每天 做小舊了 對 那個感覺是真的不一樣 親娘就很親的 以後他結婚 親娘就 就是你要帶著樂樂 敬禮湯 好吧 對 敬禮湯 我相信你會哭的 你應該會 應該 沒那麼哭啊 你絕對會 你絕對會 我看 我不知道那時候看到 看不到 那時候我也年紀大了 不過你可能會 以我對你的觀察 你應該會很感興 好 現在自己做點生意 對不對 做點這個水的生意 對 那通告也接一接 等等等等 然後家裡事也管一管 也理點猜 對 這些事情 我最近還看了那個業配 跟柔兒一起坐的嗎 嗯 是不是 你說 那個業配什麼 打糊的 對對對對對 那是你自己設計的嗎 我自己是 我們自己在家裡拍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很好笑 真的会吵到他 好像真的会吵到他 对啊 还自己抹点黑眼圈 开始做业配 绝对要好好赚钱 要开始赚钱 要做正当的钱 当然 我帮你进行讲一下 有什么喜剧 有什么业配 刘强泉有他自己 他莫名其妙的好笑幽默 而且赵柔讲他心地善良 这个其实作为一个喜剧 做喜剧各方面来讲 然后还蛮有意思 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你 谢谢 多支持 希望大家多支持我 要多一点来粉钱 结婚了做大人 都做大人了 对对对 好 还有什么 你要向听众报告一下 对 觉得希望大家多了解 一些什么 以后40岁要闯江湖了 其实我 其实我 就是 这样 这一路走来了 然后我还是 非常谢谢那些 就是 虽然以前他们骂我 在网络上是在骂我 然后你很好骂 很好骂 好修俗 因为 因为其实我也 可是我不会怪他们的 因为其实你 有什么好怪人 那你换一个角度想 如果今天是我坐在办公室 然后看到这样的人 我也会觉得很气啊 你爸爸 你爸爸家里环境也可以 很好 然后你又在那边闹 对不对 然后就是 闹个杀 打个几句 以前广路没有 广路没有 骂很凶 我会骂得跟狗一样 真的 乱骂 祖宗 把你骂完 那你会走到路上很怕 觉得好像很多人在看你 那时候那时候会 尤其在立法 立院那时候 对对对对 立院助理的时候 立院助理的时候 那时候最惨 因为因为 你进院的时候 不晓得 那娱乐县跟政治县 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不晓得你知道吗 娱乐县跟政治县 但有时候是差不多 以伟中哥看 他政治县 那个娱乐县 你就是讲好笑的 讲好笑 政治县直接读你 读你讲好笑你就完了 你歪掉了 OK OK 对 好 所以经过那些过程 对对 还没讲完呢 然后我 然后我 就是 还是非常谢谢 就是那些 以前 骂我 然后跟我一起长大 他们可能 跟我一起长大 跟我的岁数一样 长大这样起来 然后看着我这样慢慢 给你一些鼓励 那开始给我一些鼓励 我还是非常的 非常的谢谢你们 OK 然后 然后一些婆婆妈妈 可能把以前是 以前是爸爸的粉丝 然后现在也非常的支持我 所以有时候 啊 po一些 业配啊 po一些东西啊 都卖的 还可以 OK 对 点语力还不错 搞不好 你就走出一条路来 所以就谢谢 谢谢 还是谢谢大家 对对对对 然后谢谢文中哥今天邀请我来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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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看到一些迹象 从内心里面 就觉得说请你来聊一聊 希望大家多了解你一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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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人就是一直每个阶段吗 人从小长大到入社会 到结婚 生子又是一个阶段 很多阶段我一直在讲 很多阶段会让你会变成 越来越好的人 会让你变成越来越糟糕的人 就要看自己的慢慢的变化 我一定会变成越来越好的人 不会让韦东哥失望 我记得我记得我在 我记得我记得我那时候 那时候还比较没有那么 那个的时候我就上过韦东哥很多的 节目了 也发一发我 谢谢韦东哥 对对没没没 这个这个 大家互相帮忙 感恩在心 互相帮忙 感恩在心 好谢谢我们小舅 余湘泉 谢谢谢谢 谢谢 谢柔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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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